英國足球金童貝克漢 近期推出紀錄片貝克漢 當時老婆維多利亞在片中表示 自己和老公來自工人階級 都出身自努力打拼的家庭 在一旁的貝克漢聽不下去 拼命打斷老婆說話 要對方老實說在求學時期 父親開什麼車載他上學 維多利亞最終坦承 當時父親擁有一台勞斯萊斯豪車 貝克漢這才滿意的離去 相關片段曝光後 父親倆的鬥趣互動 讓網友們全都笑販 最後頗有生意頭腦的維多利亞 將我爸有勞斯萊斯這句話 做成標語T恤 還特意拍了一段影片宣傳 幽默感獲得粉絲狂讚 然而這件白底黑字T恤 一件就要價台幣4700元 遭到部分網友批評 貴得有點離譜了 是要我們為他的下一台勞斯萊斯買單嗎 應該只有粉絲會購買吧 眼球 眼神 跳 嚇 一盐 一盲 透明 額 雅